不过其实呢说到了装备员 他昨天呢第一时间传出不幸的消息之后 家人呢还有这爸爸妈妈赶紧是来到了医院 这当中还包括了一名这他留下来的 小燕小学四年级的儿子 其实呢说到了装备员 他所有的同僚都说他为人是相当的随和 针对所有的训练几乎都是使命必达 但让人相当遗憾的是 他先前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 这雷虎训练呢其实风险相当高 一飞冲天台湾空军的战力标杆 国家电视频道即将介绍台湾的雷虎小组 这座团队以美丽的空中舞者 来形容这群精英中的精英 而且这一次拍摄的关键人物之一 就是他飞观装备员 戴着墨镜灿烂的笑容有够帅气 胸前的雷虎标章 在驾驶的AT-3六号机前 装备员手握拳头 展露自信 今年的国庆大典 装备员也单纲表演 脸书上他也骄傲地分享到各地表演的空中操演盛况 成为雷虎小组 万中选一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装备员却在例行性的训练操演 离难殉职 20位空军官校的学弟在空军医院列队送装备员最后一程 父母和妻子在第一时间赶到急诊室 泪流满面 难言哀痛 曾经训练装备员的老师 前作战处的长官也不敢相信 这位优秀积极进取的学生不幸罹难 一般如果说要加入雷虎的话 是由高层去选选优 选优一定是很优秀的 各方面的表现都受长官的肯定 装备员66年次已婚育有一子 有个美满家庭 总飞行时速2580个小时 AT-3教练机的飞行时速也高达了1566个小时 飞行和表演经验丰富 怎么会在空中发生擦撞殉职 检方也展开调查 会同家属解剖验尸 颈椎骨折 还有气血胸 肋骨断裂 还有颅内出血的情况 我们还会再比对相关的飞行器 还有设备 还有现场目击证人的相关证词 再去厘清 检方指出装备员的致命伤是颅内出血 有没有药物反应 还要等检验报告 擦撞是人为机械或者其他因素 都还要时间追查 热爱飞行的他 在晋升少校时 获选为雷虎小组的成员 只是万万想不到 在空中翱翔的英姿 如今只能在影片中坠意 地址翁船 陈生一辰股民 高雄综合报道